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雨晴同行 我是主持人张晓婷 今天节目当中请到两位老师好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首先要谈 当然就是跟房市有关系 我们请到住商不动产发言人 许安心佳音姐来到现场 嗨 妍婷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另一位呢就是奇门顿甲师 黄涛老师看到他就知道 买房看风水很重要 蛮重要的 对 老师好 嗨 小姐好 好 说到买房 当然对于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来讲 简单的风水 应该是说我要注意哪些事情 第一个一看到 鹿虫或是蓝腰煞 或是五尾巷 就觉得噔噔 这个可能不行 但是到底行不行 先请詹英杰来带我们聊一下 房价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有一些风水 银行贷款会有问题 我觉得估钱 因为今天黄涛老师在 我们就不讲他专业的事 对 专业的都给他 但是我们自己实务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有一些银行会会觉得说 这些楼穷要卖可能不好卖 所以他贷款会有影响 还有一种叫什么 五尾巷 因为有一些银行会认为 五尾巷的风险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挥修出现 可能有影响 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有一些银行 他不叫带不下来 但是他的层数什么会比较差 所以这个为什么有些人会说 你风水上面可以扣 我觉得姑且不论心理上面 最直接就是影响银行的心理 所以银行觉得这有危险 他就不借了解 所以可以看到 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所谓的路冲 你是这样子正面 或是稍微这个 这个要请华老师看一下 怎么样算路冲 其实你大概你看你的店面门面 你三分之一以上被冲到 那就算路冲了啦 但我还是要特别讲 相信大家不少实战经验 就是说不少路冲的店面 应该都生意不错吧 那我有个问题 大门是路冲 但是我楼上的门没有路冲 以一楼为主 其实楼上通常是从隔壁的门 隔壁的小门 但隔壁的门 这是大家的门 家门是以你开钥匙进家为主 所以那个不是路冲 因为他们的门在楼上 所以我一楼是路冲 二三楼以上可能 他如果开旁边都不是路冲 那即便我的阳台就是正对这个 当然不是啊 我们家里是以家门跟床为主 你不会一直在阳台啊 对不对 你没有一直在阳台 就不会冲到啊 所以那个参考啦 好所以让大家心里 不要压力那么大 绝对没有压力 一整洞都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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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回事 那刚刚提到还有蓝腰 蓝腰上部分就是其实在过去 像是前面有捷运啦 高价桥啦 房价也会有差 最主要是会震动 然后会吵 然后会有灰尘 我那时候有住 有朋友就说 他们还会有隐私的问题 比如说各位你住过文湖县 三楼经过 三楼就经过 然后你就会发现 那一路经过三楼 每个人都把玻璃遮起来 太近了 太近了 所以这个的话 我觉得姑且不论是说 因为有时候捷运开到晚要12点 那如果你是那个 比如说是高价桥 那一天24小时的 那他都会有那个造成的那种 所谓震动 会造成住在里面的人 如果又很倒霉 是你当初规划的时候 我这边是卧室 晚上大家都睡不好 对 或者是有一些 像是你太靠近 会有一些招牌啦 灯啦 对 会闪 会就是晚上会有些光害 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 也就会在买房的时候 大家会有些考量 是 那黄涛老师你觉得呢 其实蓝腰煞 像佳麒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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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麟 那其實以科學來說 聲音吵 那一定睡不著你也不安穩 那當然 就造成你的心理因素 然後就覺得 啊 浴浴狂漢浴狂漢 心情不好睡音就來 然後就覺得是風水不好 但其實這個跟風水沒什麼關係 因為我常常講 風水是看死人的 我們的注焦叫陽仔 什麼意思 我常常講 外面這些行煞 等一下包含等一下講的 如果這麼嚴重的話 記得一句話 全世界的首都都不要注人了啦 房子很難挑吧 所以那是聲音的關係啦 還有震動 科學 是 但是剛剛提到 那現在房價這麼高 有時候沒有辦法 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對你知道這年頭便宜 就是最好的風水 沒錯 所以喔 買得起最重要 買得起啦 然後當然你可能 必須要有一些取捨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跟各位講 有一些風水的那個 我們說是 它的一些缺點 它反而會讓你 可能銀行借不出來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 可能住在大家說 風水不好的地方 也過得好好的 買得起 住的舒服最重要 所以剛剛看到這幾個 是大家比較 第一眼就會發現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還有就是 樓層的部分 是不是也有一些禁忌 我們以前投客 最喜歡買四樓 或者是買二樓 對二三四這樣 那因為低樓層 通常比較便宜 那二樓的話 四樓就是因為 就是諧音的問題 然後二樓的話 是因為早期的建築 他們在二樓 會有一些管道的轉折點 所以容易出問題 所以這個是 價錢比較便宜 投資者他們買這些 就是反而以後要賣 那都是在同一個位置 他們也覺得OK 不是我自己要住的 是 那這個事情是 我覺得樓層這一塊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的是說 如果鬧區的二樓 或者是三樓 有些人不喜歡 不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它會距離太近 我之前有去看過有個豪宅 那個豪宅的二樓 它就離大概我們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我的家 我的位置跟雅婷差不多 這樣子而已 離路邊 所以行人就會在你旁邊 走來走去 然後還看到你在幹嘛 幾乎可以是這樣 所以這種狀況的話 我會覺得對於豪宅客戶而言 他會覺得不安心 所以豪宅客戶通常 都已經花這麼多的錢了 都會選擇高樓層 有一些他們有一些考量 比如說他不要人家 踩在他頭上 那這也是風水說嗎 就是有一些人的習慣 注定囉 越高樓層的話 有一些人說登高望遠 就可以在事業上面 有一些發展 那這個我覺得 可能也是要請教黃老師 對 樓層上的 樓層高低確實會影響 但是會以個人的命盤為主 那其實像這棟樓假設 總樓高是20樓 不包含露台 露台20樓 那在10樓 你除以2 在10樓的交界 10樓是交界對不對 那其實10樓的下面 跟10樓上面 確實齊門遁甲 符合會不一樣 可是並不會造成說 因為樓層高你就 失業很好 樓層低就失業很爛 沒有這回事啦 只是還是要回到嘉欣姐講的就是說 樓層的高低 是不是你喜歡的 所以有些人怕高 有些人覺得吵 這個比較實在啦 所以樓層高低影響分數有沒有 有但不大 但我剛剛嘉欣姐提到 以前的房子 所謂的一些管路在2樓 現在新的呢 現在新的有一些技巧啦 然後他們有一些技巧是說 比如說他會把這個做到做民管 我們有一些轉折點 他做民管 或是拉到外面去 那一或者是說有一些他可能2樓 因為他知道2樓除了現在技術上面 已經排除掉轉折這件事 可是現在有一些2樓 他還是會有所謂的隱私跟吵雜的問題 他乾脆2樓直接變成公社 所以說健身房什麼 我就都放在2樓 那我就再加上我2樓 我就不用讓2樓來定我這棟樓的價格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有一些大樓 為什麼低樓層它的規劃上面 它就會可能都把低的樓層上面 去做所謂的公社的規劃 那另外還有一種操作是說 如果它今天是一個可能有庭院 比較外 它可能跟路邊有一個比較區隔的 那早期我們的住宅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中繼水箱 就是你今天的一個高的樓層裡面 你在幾個樓裡面 它為了要讓水打上去 所以它會有一個中繼水箱的設計 那中繼水箱它會有低頻噪音 那低頻噪音 以前低頻噪音上下樓就會被人家murmur 就說哎呀你這個可能有什麼 住起來不舒服幹嘛一類的 但是現在他們也有一些人 就把它改成比如說 我們就是會議廳啦 或者是說招待的一些空間 因為這幾年大家室內空間都沒那麼大 所以會有一些人他會把以前 在家裡頭的比如說書房啦 招待客人的客廳啦 室內變得比較小 但是公社提供了這些服務 對 因為現在有季定 一定要有多少的公社 那我乾脆就盡量的使用它 對 那剛提到外在的一些 所謂這個風水問題 那還有一些就是 直接影響到你的房價 像是呢 有一些公廟啦 或者是有這個變電箱等等 我們通常喔 有一些東西真的會影響 它會因為它比如說 大家真的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 它在旁邊 比如說殯儀館 殯儀館的話 殯儀館機場這種殺傷力是非常大的 但去機場方便其實也不錯 對 可是就是因為你知道 早期也有機場 就周邊發生意外的 而且機場本來就有起落的 這個噪音 那除了這事情之外 你還有就是比如說 像是垃圾焚化爐 然後或者是說是加油站 這些都是外環境的扣分項 可是我認為他們很多 都跟科學有關係 一個是說像比如說殯儀館 它本來就會有氣味 你如果說我怎麼知道 我以前我家住在殯儀館附近 你就會有那個味道 而且有時候會有一些 比如說是大的好的日子的時候 就是進進出出 你一定會塞車 那像如果說你住加油站的旁邊 因為加油站 你可能看不到 那它有油氣 所以你的衣服 你塞在後陽台 你的衣服可能會有油斑 這個事情是有些人可能 你不住在附近 大家會不曉得 那這些他們或多或少 是在生理心裡面 造成大家的一些困擾 所以我們才會說 它是鹹物設施 不過現在在那個 不動產說明書上面 你300公尺以內的 這種鹹物設施 它不一定是鹹物設施 設施 他們房仲都會要求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寫在裡面 所以會比以前要 以前就是我們成交之後 才發現旁邊有一些廟 這種事情現在狀況比較少 對你要把它列得清清楚楚 或者是就違約了對不對 是的 所以他們看到 在這個附近有一些這樣的設施 但它可能隨著都市計畫的改變 也會做一些調整 對比如說像我們最近知道 一兵就搬走了嘛 那因為整個都市的發展 所以可是有一些東西 它還是會在 然後它甚至於就是到後來 我覺得很可愛的事情 它會藏起來 比如說變電所 它把它弄了一個裝置藝術 對就是或者是變成一個房子 你完全看不出來 但它是變電所 可是因為我們國家 那時候在地才知道 對那我們國家因為本身對於變電所的這個 我們說是影響 輻射的影響 可能的這個 我們會有一個標準 那多數它其實是沒有達到這個標準的 所以我們從這些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給各位去做個參考 就是說 終究回歸到一件事情 它會不會影響你日常的生活 如果說你覺得日常生活被影響 像我們也有基督徒 他什麼就墳墓旁邊 他覺得無所謂啊 對 他覺得他只要 只要行得直坐正 他這種事情 他對他也沒有關係 是 所以剛剛看到一兵 要搬遷了嗎 那當然大家就會關心 那附近的房價等等 但是還是有人會覺得 這個地方 因為他在這邊這麼久了 風水上還是會有一些 就是覺得毛毛的還是 剛剛嘉欣就講一個很棒的點子 其實殯銀館類似伏地 夜總會類似的 其實你看我想巴黎就好 我不少的豪宅客戶 像嘉欣姐不少 他們的旁邊前後面 左邊右邊都是伏地 人家那些氣色多好 所以真正講究風水是 你室內的格局 到底是什麼樣的位置 這才是關鍵 而不是外面那些東西 就像剛剛嘉欣姐講 基督教 我也有基督教客戶啊 很好玩喔 不少喔 他也要看 他就覺得說老師你還蠻科學的 看一下子 那真的就是旁邊都是伏地 而且啊那講不完 他們的生活過得多棒 所以那個真的不用擔心 比較回到前面提到的是 聲音塞車動線時間 比較科學現實的生活 是那剛才講到主要室內 我們就來室內看看 現在這個房子越來越貴 所以當然就是越買越小 這個時候裝潢很重要 但是裝潢很多人第一件事情 先看風水再找設計師 對 那在這個我們先請教佳穎姐 室內的裝潢要怎樣 小宅放大樹 我們一般其實我覺得這老師 可能會有聽到 有些人喜歡用鏡子放大啦 然後晚上會嚇到自己 但是與其說風水 室內的風水 我大概還會建議大家可能 我們就是秉持這幾個原則啦 叫風火水電光 天地良柱窗 那風火水電光就是聽起來很玄 但是不是 今天是要來這個 沒有沒有我沒有來踢館的 你看它通風嘛 然後水你就是看廁所 廚房的這個水有沒有漏水 或者是說有沒有塞住 然後你那個就是火的話 就是瓦斯這種 那那個電就是看電有沒有通電 你又說電有沒有通電 我跟你說我以前還看過 假的插頭 因為很多人喜歡插頭 有投資客他就裝 你插進去不會有電的 假插頭 就給你看說我這裡 這個都裝好 那光的話就是採光 你採光好住起來就比較舒服 那天地又是天花板地板 有沒有漏水均裂 量柱的邏輯也是一樣 天地量柱窗戶 你就看窗框有沒有漏水 所以簡單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行業 因為真正的 還是有風水老師們 或者是情門燉腳老師們 在這種我們說玄學類 是專業很多 但是我們就只能處理 所謂的就是客人不要來罵我們 基本的需求 就基本的需求 那其他你要去找風水plus 對不對 你麥當勞要數條加大 那你就是不好意思 你就要進去找他 我們沒有辦法 對啊 所以跟菅姐提醒大家 這幾樣是你自己要注意的 提到小翔現在很多都是做 那個加乘 那這個在風水上 我建議大家第一個不要做加乘 你要做加乘的前提是 你做之後不要上面有壓迫感 因為有些人上去之後 是會苦苦的 那沒辦法就是只有3米2 3米6 最好不要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跟大家強調的是 已經很小了 不要再特別做玄關 為什麼 很多人怕一開門 就建陽台建窗戶 叫所謂的穿堂煞 這三個字 那穿堂煞在這個行家來說是 破財投資勢力 反正跟錢有關的都不順 可是你們回想一下 你們多少的朋友多少的老闆 他們豪宅 哪個門打開不是穿堂煞的 他們想要門打開就開闊明亮爽 所以那個不要為了穿堂煞 而穿堂煞而設屏風 讓自己開家門覺得壓迫 你一開門壓迫就不對了 你的心情就鬱悶了 整個動性都不順 所以請不要這麼做謝謝 好所以一進去 玄關你反而不建議 不建議啊 很多人為了玄關 變得豪宅更小了 哇那整個 你一開門就覺得 我家怎麼這麼急這麼小 好煩喔 完蛋了 心情不爽 整個負面情緒就來 負面情緒一來 你孫雲就來了 所以不要啦 開闊明亮爽最重要 其實加成我們有一個提醒 因為我們在室內建築法規裡面 你加成不能蓋滿 有些他的極限就三分之一 所以因為他們為什麼會說 因為一個是說 政府不大希望你一層變兩層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我們大樓本身的設計 它有沉重的一個計算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今天十層樓 人人都坐滿 那那個大樓本身 它的結構就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一般 實際上面來說的話 有一些它可以讓你開加成 但是不大建議 也不大可以讓你真的就是 我今天就算是四米五兩層蓋到滿 其實也要看看這個大樓本身的條件 因為現在台北市 如果以台北市來說 你要賣房子 之前科批的一個規定 但是現在來說 可能會稍微比較 就是你賣一個舊的房子 它如果有一些特殊的設計 你要有建築師來簽任 但是現在這個規定上面來說的話 好像就比較放鬆了 只是說實務上面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子幹 就表示房價太貴啦 然後我在有限的空間上面 我只能夠去做無限的延伸 所以這個 這個可能也到時候 要請教老師一下 小宅有沒有一些 就是千萬不要幹的事情 對小宅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有啦就是很多 我第一個空間很重要 我剛剛前面一直提到了 小宅也不要覺得壓迫感 什麼意思 像很多人說什麼開門建造 錢財消耗 不要再特別把廚房隔起來 你只要覺得油煙沒有到很多 你不常開火 你也不要特別隔 家裡小 人都喜歡大的 方便的 動線順的 動線代表是什麼 氣 無形的氣 所以不要隔來隔去 你的氣會到處跑來跑去的 你的氣也不順 流喘這樣 對 所以記得一個重點 家裡就是盡量簡單大 不要太多隔間 家裡就是大很棒 對已經小了就不要再把臂小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房子也很小啊 我現在房子也很小 所以盡量讓它開闊啦 是 好那剛剛講到陽台 以前的人買房子很喜歡 很注重 一定要前後陽台 那現在 前陽台代表是你的事業 你的未來 後陽台代表後代子孫 我常常講 所以沒有後陽台就沒有後代子孫 是不是 了解這句話的意思嗎 所以說你今天前陽台後陽台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的前陽台的門 跟後陽台的門 你的 不管是放雜物 還是垃圾 還是洗衣機 離門越遠越好 尤其是後門的拖把 掃把這些屬於晦氣的 離門越遠越好 為什麼 門代表嘴巴 氣從前門進來後門出 陽台也代表前門的一種 那氣就是代表嘴巴 有晦氣的東西就離它越遠越好 你的家喻你就更來越來越好啦 好說到室內裝潢還有一件事情 很多人看到這個梁 我是不是要把它包起來 我跟你講現在大多數 因為YT網路太強 大家覺得壓梁就一定不好 對你單論壓梁確實不好 可是你不能單論啊 我講奇門都很簡單的 生門跟死門 就是生育的生死掉死 生門就是好的 死就是不好的 你今天如果在壓梁 無靠的地方 這位置是生門 跟沒有壓梁 有靠的地方是死門 我一定選擇生門簡單來說 所以我說位置 這代表是位置 不要害怕壓梁 我就是從壓梁無靠的地方出來的 我出來的地方後面是窗戶 因為我反骨我喜歡做實驗 你看我現在也還可以啊 所以壓梁無靠沒有那麼可怕 你不要自己嚇自己才是重點 不要說我這邊壓梁我就一定要閃 沒有你看多少 你看你公司的同事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壓梁的這個概念 做到避梁 可是有些公司 他就是太多人 公司可能簽個五年十年換不了 那員工只能坐在那邊 梁下面 就沒辦法呀 結果坐梁下面的 反而業績最好 去看一下 真的很多啦 像是賴正凱這樣 賴正凱 還有那個是 業績很好 那巴士也很好 業績哥 那個是算了 所以來看到在買房的時候 我們剛剛提到嘛 這個房價重要風雪很重要 那看房子的時候要注意哪些事情 來 我跟大家分享 這是嘉欣姐的專業 不要這樣說 小滴也來分享一下 第一個你白天的時候去看 採光好不好 陽光很重要 為什麼 陽光可以補充微塵素低 沙塵蠻 又可以補充所謂的陽氣 那你家如果陰氣比較重的 陽氣很重要 所以陽光非常非常重要 我常常講 我們在陽間嘛 就需要陽氣 你又死了就很多陰氣了 那我現在活著就要陽氣嘛 對不對 白天的時候 在下雨的時候 你要去看一下 再來 上下班時間也一定要看 那最重要的是 小心啊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你是買別宿 或是透天的 一整棟這樣獨棟的 對 可能是在山上 或者是在山腳下 你最好是買 盡量 不要斜坡 越正越好 就是山坡地 如果他可以平地是越好 或是不要這麼斜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雖然說我講風水是看死人的 但如果你雞蛋裡挑骨頭 你後面 你房子後面有山 跟沒山 當然選擇有山的 因為有靠 可是我這邊強調 沒有靠 也不要擔心 好不好 OK 再來 你選房子跟大家分享 最好選正方形 越正方形越好 不行 就長方形 你盡量不要選那種不規則型 方形或長形 有個大好處 就是可能大家沒想到 因為你裝潢會省很多錢 因為你如果說 你就不用去避這個 對 而且有些 像我朋友他有買過 三角形的房子 然後那個三角形的房子 他家具全部都要重做 又額外花了一些錢 因為我們一般做家具 量身打造 因為我們一般做的家具的尺寸 比如說沙發 或者是桌椅 都有一個一定的尺寸 所以如果說你的房子的形狀 特別奇怪 家具放不進去 另外一座 對 所以當然正方形是最棒的 最棒的 長方形 有一句話叫財事圓的庫是方的 通常方形的 庫比較守得住 對啊 所以這個是在格局的部分 那剛剛老師一開始也講 你不要格太多 不要啦 太多 那個你阿朵 我們就講心理層面就是阿朵 不要格那麼多 就格 例如說現在最常 因為現在人比較喜歡養寵物 對不對 可能小房子 那你就可以接受的話 但每個人生活需求不一樣 一間主臥室 剩下的可能就廚房 就不要格了 就格一間主臥室就好 其他都不要格 這樣最好 強烈建議 好那剛剛講到這個地形 後面有山 對 很多人喜歡前面有這個河 那看河乾不乾淨啊 如果前面河是髒髒的 常常很滾濁 那我寧願你前面不是河 是馬路 因為馬路其實也代表河的一種 那我跟大家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啊 你在買房子的時候 你面對你站在家裡面 假設現在你是陽台 我面對我家的前陽台 你可以盡量買什麼 就是第一個 你的左邊 左邊的是 例如說路邊的樹木 比較茂密的 左邊 左邊 你面對前陽台的時候 龍邊樹木 或是一些大樓 比較比你還高的 你可以這個去參考 因為龍邊高比虎邊高 好 這是一個給外在參考的啦 是 好那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是說你剛剛說在馬路 馬路 那馬路的話我到底是 這個車流要在左邊進來好 還是在右邊進來好呢 因為江湖有一傳說說什麼 錢會進來會 反過來就會露出去 好 簡單來說 解問這個 這其實是看祖墳的這個 就是他有所謂的 就是藥煞方啊 天節地形 他會看什麼方位 但我簡單來說 記得這是看死人風水 但以住家來說 這要分職業 就是你住家一樣面對前陽台 你左邊進來的 是屬於比較 可能正常的行業會比較好 例如說比較正當的啦 不要說這樣講的怪怪的 就是比較一般 對 其實我不是喔 你不是啊 像我的職業 像我們兩個 像我的職業 或是一些特殊的芭樂行業 右邊比較好 對 可是有時候根本沒得選啊 沒得選沒關係 我講規講 我記得標記 位置最重要喔 家裡面位置最重要 所以你說的是大馬路 那如果是巷弄呢 一樣 如果我們先不講五尾巷 如果今天是台北市的單行道 我盡量大家都盡量以左邊為準啊 因為就特殊行業這個定義 很難定 就是左進右出 左進右出最好 那你也可以看 因為有些 例如說這邊可能 我樓下這邊有一間 我這一面有一間生意非常好的店家 那是不是很多人會從這邊來 幾乎 你可以看是不是 左邊進比較多 然後去 可是還排除啊 店家說會太熱鬧會很吵 那我先撇除這個 你可以找就是生意好的店家的附近 去挑選 如果選不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通常那塊地 因為 你這一排 大致上 大運 土地有所謂的大運 運會是一樣的 不會偏移太多 如果這條 這條很多店家 生意都很好 你可以從這邊下手 如果你不嫌吵的話 嗯 所以就是剛剛講到 所謂店家生意 江姐我們之前也聊過 像仁愛路就有這種 陰陽面 就是仁愛路的話是南北啦 南北比如說 像有一段的部分的話 就是三到四段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好像北側的 這個就是地堡這一側的 房價會稍微高一些些 然後有一段的話 可能就是南側的表現 會比較強一些 那這個的話是我那時候 有問過有一些前輩 他說可能跟日照有關係 因為就是有一些南邊的話 他可能冬天會比如說 像呢他會 因為等於說是坐北朝南 他會冬天比較暖和 然後也比較曬到日光 那像有一些可能朝北的話 就是因為台灣 都吹東北季風 所以家就會一直灌風進來 就是冬天會特別冷 所以有一些地方的話 我們自己在看通風這件事情 是如果你很怕冷 南部可能沒這問題 但如果你很怕冷的話 你可能就要避開 在那個東北季風或吹進你家 的這種這種門窗的 這樣子的一個房子 所以這個還是回歸到 這個地理環境 比較這樣的舒適度 不過說要坐相 老師你怎麼看 簡單來說啦 大家可以不少代價賣房子 會說坐北朝南是帝王之相 因為以前皇帝那些都坐北朝南 然後有說什麼 推出五門論展嘛 就推出去對面 但我跟大家說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去算命的經驗 有不少老師會跟你說 你適合買 例如說我命中缺火 那這時候就會有人跟你說 你要去買坐南朝北的房子 為什麼去南邊屬火 但你要客觀的看 難道所有坐南朝北的房子 都適合你嗎 所以還是回到嘉欽姐的部分 價錢合理 生活機能好 才是關鍵 那就是不要西曬就好 可是有些人喜歡西曬 像我就喜歡 我超愛的 你喜歡太陽照鏡 北台灣的人蠻喜歡 就是我們有一個說法 是說北北桃的那個 西曬的問題比較不大 因為本來我們就冷 但是中南部的西曬 它是全天候日曬 就不得了了 對 坐項部分真的啦 不用太在意了 因為我剛剛說了 就八個方位而已 難道這世界上 只有八種房子適合你嗎 不可能 還是要以你喜不喜歡為主啦 是 最後總結一下 有什麼是避免採雷的 避免採雷的 第一個 剛剛說的採光 也很重要 第二個盡量不要買地下室啦 就是你要下樓梯的這種 陽光宅 那個最好不要買 那個借錢也借不大下來 真的喔 對 那個貸款只能帶一半 一半以下 我有學到了 對 我們只管錢的事情 這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你最好進家門 或開車進去你家的時候 那個巷子不要盡量把它變大 不要太小了 因為我說了 你房子周圍 雖然說沒那麼重要 但畢竟還是氣 要通 要通啊 越通透越好啦 這個最重要 第四個 最重要就是 買房子的時候 像很多小房子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主臥室有廁所 你記得 這個門絕對不要對到人 所以你今天看這個新房子 你想買這個房子 你發現 這個主臥室的廁所 門切到你的床 尤其是頭 心臟 生殖器的部分 除非你想要改 花錢改 不然就不要買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你 我說門代表嘴巴氣 是從門進來 你今天一直充氣 物極必反會爆 所以不要 主臥的部分而已嗎 盡量是主 通常就主我這個問題 因為一般外面 廁所都在外面 對 就不會對到你的床位 因為人生就工作跟睡覺 是 好那佳穎姐這邊 有什麼要特別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回來會提醒啦 就是說有一些風水的話 當然 你可以再找老師改 或什麼一類 但是關鍵是說 這個風水 它如果是你在意的點 然後也是銀行在意的點的話 你要考慮 因為有可能 你現在買了下來 然後但是幾年之後 你自己要轉手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 你被人家殺價的理由 對 所以還是要考慮一下 因為你可能 不會住一輩子 是的 好那今天呢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買房的時候 考慮價錢 考慮風水 今天有幾個重點 提供給大家 也謝謝佳穎姐來上節目 謝謝黃大老師上節目 也謝謝大家收看你的東西 謝謝 接下來的工商服務時間 請大家恭喜 好看門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